第十九题 某种细菌在适当的温湿度及空气、营养等条件下 每二十分钟可无限生殖一次 每次分类细菌都会从一个分类为两个 一位专家在培养皿中放置十万个细菌 室温在适当的条件下 两小时后的细菌总数是一小时后的几倍 这个细菌每二十分钟会无限生殖一次 每次分类从一个变成两个 所以原来有十万个 那么问两小时后的细菌是一小时的几倍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两小时后 总共会有多少个 那么两小时就是二乘上一小时有六十分钟 我们就得到的是一百二十分钟 那么这个一百二十分钟每二十分钟分类一次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它总共分类了六次 所以总共的细菌数就是原来的十万 再乘上每一次一个变两个 所以就是二的六次方 我们先保留在这边 这个数如果我们把它称上 它叫做两小时以A2来表示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计算 一小时的分类细菌的总数 那么一小时总共会有六十分钟 所以就会等于每二十分钟分类一次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这里会分类三次 我们把它注明这是次的意思 所以总共的细菌数原来是十万个 那么再乘上一次一个变两个 所以这是二的三次方 那么因此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是一小时后的细菌数 所以题目要来求说 两小时后的细菌数 是一小时的多少倍 也就是A2去除以A1 那么因此A2是十 乘上二的六次方 去除以A1是十 乘上二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分子分母 可以同时把十约分 二的六次方去除以二的三次方 计算结果得到是二的三次方 那么二的三次方的意思 就等于八 所以题目要来求两小时 是一小时的几倍 计算结果得到是八倍 那么选项低八倍 所以选项低就是我们的答案